嗨 大家好 我是黃永恩 我們學生都會戲稱說這裡是西灣度假村 這是從我宿舍房間拍出去的夕陽 每天可以看這種海景 就我們其實這邊也是西子灣動物園 曉太陽的夥伴我們都有 你可以在這圖表上看到說 就是上面有很大文學兩個字 所以其實中山就是它非常非常重文學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那種不同的文學啊 不同人的作品 那這邊就會很適合你 中山外玩最想要培養的是 學生有批判思考的能力 就是你如何可能看這個文本 你有你的想法 或是看這篇新聞 你知道新聞到底想要說些什麼 看得出它的立場 並且你可以有邏輯的講出 到底我認為怎麼樣 那這本課酷的地方是說 因為很多新詩嘛 所以我們就會學 就是那個新詩他配成歌曲之後 配成民謠之後怎麼唱啊 然後怎麼把詩的意境畫成漫畫 就是比較活潑的上課方式 大學這麼多時間可以做事情 不要讓自己太遊哉 可以給自己一點忙碌的生活 然後多去探索 去看看人生不同的風景 然後再次探索 然後再次探索